我也是很不肯的 化給死人也要抓死 因為我們主權 說這個我們紅生爆到死了 就是都要跟安婦 經歷兩次空難關懷 協助家屬認識 對林金貴來說已不是難事 五年前的澎湖空難中 罹難鎮機長的弟弟 本身也是慈濟志工 面對親人咒事 幸好有慈濟家人陪伴 師兄 我們都是最年的地主 我們要知道我們要怎麼做 那個時候我突然間 因為這一計劃 然後我就 哇 好像醒過來 真的 我現在 現在應該不是我悲傷的時候 經歷了苦難 增長了慈悲 十年前的莫辣客風災 悲傷席捲高雄山區 為了給災民一個 安身立命的永久屋 呂靖勇日夜奔波 絕對不能有輸 反而一定要有輸安心 不管怎麼樣 我用生命 要把這個工廳安心 人稱勇博的他勇於付出 慈世前奠念著慈濟與鎮言上人 我想人人跟永悲愛心都一樣 師徒啊 有緣啊 這分緣不只是今生 生生世世所借的是永生緣 莫忘那一年 莫忘那一人 這付出的身影 慈悲有如人間菩薩 大愛新聞 陳怡貞 陳立委高雄報導 聖人生常... 谢谢大家